行动党在第十二届沙拉越选举殊胜两席 安全区都变得不再安全 沙拉越行动党周委今天公开承认 华裔选民热情不再 导致投票率低于上一届全国大选 追根究底都是因为西蒙的执政表现 令华裔选民心灰意冷 许多选民感到失望 这是因为行动党和新盟在 执政联邦政策的二十二个月内 未能达到人民的期望 虽然我们在那二十二个月 执政期间开始在政府体制内 落实许多改革 四十号施政的立民措施 但是我们做的仍然不住 也未能达到大家的期望 沙拉越行动党今天开会 进行选后检讨 那州主席张建仁在记者会点出 在上一届的全国大选 沙拉越华裔的投票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五 但是在这一次的州选 华裔居多的城市选区 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 显然可见 华裔选民的投票意愿已经冷淡 反观在土著居多的投票站 投票率介于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 那在军警投票率则是超过百分之七十五 整体投票率超过百分之六十 沙拉越行动党向那些在州选 放弃火箭的选民道歉 并承诺扮演好在野党 监督及制衡政府的角色 同时延续政治斗争 加强政府透明问责和良好施政